好餓啊好餓啊 楚達特曼又來買石丸了 他拿了一張一萬塊錢的紙幣 他會買到什麼好玩的石丸呢? 楚達特曼看了一下 他選擇了中間的麵包串的按鈕 掉出來了一個奧特曼的石丸 這是什麼石丸呢? 上面寫著變色的奧特曼澤黎 原來這是一個需要自己動手製作的澤黎石丸 奧特曼趕緊拿回去和其他奧特曼一起分享 楚達特曼看到初代拿回來了一個有趣的石丸 太好了又可以動手製作美味的石丸了 這上面有五位奧特曼的圖像 他們都在做必殺技的姿勢呢 看起來好酷啊 那你們知道他們分別是哪幾位奧特曼嗎? 而且這裡面有三種奧特曼圖案的杯子 我們會抽到哪一種呢? 包裝的背後是詳細的製作方法介紹 做這款石丸還需要用到冰箱呢 這裡有一包怪獸的粉末 還有一個杯子 杯子上面是歐布奧特曼還有捷德奧特曼的圖像 要來製作石丸了 首先把水夾到星星的位置 再把奧特曼的粉末和水混合到一起 然後用勺子充分地攪拌 攪拌好了之後 奧特曼粉末的溶液就製作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製作怪獸粉末的溶液 先把水夾到第二個刻度線的位置 再把怪獸粉末倒進去 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讓我們來攪拌一下 大家看 第二包怪獸粉末的溶液居然是黑色的 那我們接著把奧特曼的粉末溶液和怪獸的粉末溶液混合到一起 會發生什麼神奇的變化呢? 會發生什麼神奇的變化呢? 哇! 黑色的溶液變成了粉紅色 太神奇了 而且溶液慢慢變成了像紫梨的形狀 原來奧特曼粉末的溶液和怪獸粉末的溶液混合到一起 會發生顏色的變化呢? 那最後一步我們還要把這個哲梨溶液放到冰箱裡面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再把哲梨拿出來 看一下做得怎麼樣呢? 看起來好像很美味的樣子 數得奧特曼來嘗一口 嗯!好好吃啊!是草莓口味的 佐夫奧特曼也來嘗一口 嗯!好好吃啊!最喜歡吃哲梨了 那今天我們給大家帶來的奧特曼變色哲梨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歡迎在視頻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更多更好玩的奧特曼史玩 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